小羊尸哭泣的声音 让一旁的翠花停下手头上的事 过来给他喂奶 小羊尸很乖 刚喝完奶便睡着了 但没睡多久 就被外面回来的僵尸仔吵醒 僵尸仔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他告诉翠花 此行回来的目的 就是自己没食物了 带上吃的 僵尸仔朝翠花献出一个飞吻 便接着去外面打拼 此时正值夏日 外面的天气很炎热 僵尸仔没走一会儿 便满头大汗 刚好这附近有条河 他赶紧来到河边喝水结束 而僵尸仔中说的动静 将睡觉的鳄鱼吵醒 鳄鱼很生气地潜入水中 想要给那人一顿教训 僵尸仔洗脸时 恰好看到了鳄鱼 他急忙把头收回 躲开了鳄鱼的攻击 僵尸仔也不是好惹得住 拿起空就是一发雨剑 鳄鱼吃痛 灰溜溜的逃走了 这时僵尸仔注意到 小雕竟然在河里 并且他还在交岸上的小伙伴 下来一起戏戏 僵尸仔连忙制止 但小小白和小芬 哪会听他的话 三个小家伙没完一会儿 小芬姐姐就被他们的父亲叫走 无奈的小雕 据好自己玩耍 殊不知鳄鱼已经盯上了他 小雕上岸时 发现了鳄鱼来袭 他急忙向小白求助 面对鳄鱼 什么也没有的小白 又能有什么办法 好在僵尸仔并没有走远 趁鳄鱼将小雕拖入河中时 他一发雨剑射中鳄鱼 然后暴打鳄鱼 鳄鱼不惊打再次逃走 之后 姜仔将小雕拖上岸 尝试救醒他 结果无功万返 小白将为此不禁流下了眼泪 要是当时坚持让他上岸 也不会是这样了 袭袭小雕的鳄鱼 因为厌眸下这口气 所以来到岸上寻仇 而姜仔正愁没地方发现 他倒好 自己送上门来 姜仔将闪电之地附加在金剑上 然后一起秒杀了鳄鱼 事后 他在鳄鱼嘴里发现一颗神秘蛋 本着死马当活马医 他将蛋喂给小雕 接着 小雕竟然活了过来 这也太神了吧 虽然发自内心 感谢姜仔的所作所为 姜仔也很高兴 毕竟诸人为乐 是他的标签 另一旁 小雕师推去墙包找妈妈时 突然肚子饿了 于是他来到床边拿奶喝 结果不小心把奶瓶碰掉 而且里面的奶水还全部溢出 小雕师可是伤心 但外面的世界吸引了他 小雕让小雕师很好奇 他上前小雕抓住小雕 但小雕哪会轻易让他得逞 就这样 小雕师离开了家 回来的翠花发现孩子不见 急忙跑出去寻找 小雕师不仅没追上机 反而还遇上一只狼 凶狠狼狼直接把小雕师吓尿 这一幕恰好让路过的黑木看到 当然 他不会袖手旁观 在狼快要逼近小雕师时 黑木TV板转砸在狼头上 接着就是一顿暴打 恶狼当场归膝 黑木见小雕师这么小 便收留了他 回到家 黑木给小雕师做了 他最后拿手的烤鱼 早就鸡刹落落的小雕师 给小雕师讲睡前故事 故事很无聊 小雕师立刻就睡着了 黑木见门被风吹开 便上前关门 之后 他靠在床头也睡了过去